赵都寒胆 秦军大兵压境 在此座人质的秦王孙一人府里 突然蹦出一声婴儿的啼汗 等在外面的王孙一人 与商人吕不韦都悚然一惊 这个威城中降生的小人质 正是三十九年后 一统天下的秦始皇 扬笛商人吕不韦 看中王孙一人其祸可居 请其全部家财冒生命危险 出入邯郸游说咸阳 为早已落魄失宠的一人 找到了新靠山 使他成为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 眼见大功告成的吕不韦 当真能与王孙公子共享 美人江山吗 他成为太子安国君的继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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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三国三国 君子好久 观观举角 在何时升后 窑窕淑女 君子好久 君子好久 哦君子好求 飘飘书女君子好求 君子好求 君子好求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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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公子恕罪 小人刚一出门 就赶上秦平宫城 各个路口都有兵丁把守 不许任何人通过 你 再去 公子 一定把吕先生找到 宋斌 公子 宋斌 再下来了 吕先生 您如何过得关强 当今天下 只要有珠宝金钱 就没有走不通的路 吕先生 你可来了 夫人已煎熬三个时辰 血流不止 快帮一人想想办法 女人分娩 总要出血 公子不必惊慌 微诚之中 刀阻之上 一人自身尚且难保 又多个小丘徒 凭空为赵国多增一个人质而已 亲赵连年交兵 两国人质还不是同样待之于礼 安居大势 公子不必多虑 公子之后乃帝王血脉 自有上天护佑 而百害不群 公子且安心 有狼 公子 生了 是男是女 是 是 儿子 儿子 我有儿子了 我有儿子了 儿子 是个儿子 是个能继承地业 君临天下的儿子 祢先生 李先生 公司将军 这是 李先生不必担心 秦军围于城外 待往令下臣传见公子 只是发发怒气罢了 公孙将军所言有理 赵王无意加害公子 请公子宽心 不惟 不惟 我们的儿子 如果没有你 我吕不惟只能做一个商人 你以为我生了一个 能当帝王的儿子 我真不知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惟 你已经有了万贯家财 你为什么还要如此苦心筹划呢 我要做一桩 改天换地的大买卖 什么 自古耕田种地 不过获利十倍 贩金卖银 也不过是百倍之德 我若扶起个帝王 将该如何 当今天天下 王权才是最大的财富 我要让我的儿子 当一个真正的帝王 拥有天下的一切 不惟 我好怕 怕什么 不惟 每次听见他的哭声 我就害怕 等我们的儿子 带上王冠那一天 你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到那时候 你 我 还有当了帝王的儿子 我们 就会重新在一起 胡郎亲军 杀我将士四十五万 夺我二十县 今又困我邯郸 你说 你该当何罪 带王 外臣听评处置 杀了你 杀了你又有何用 乃父安国君 虽为秦国太子 可他有二十多个儿子 你只不过是以嗜妾所生 你们母子备受冷落 寡人清楚得很 把你送到邯郸为治 只不过是敷衍我罢了 好嘞 算是有个替死鬼 听评处置 你还当真了 把你的人头挂上城门 清国能退兵吗 带王 不妨命他修博书一封 派人送出城去 看群军反应如何 外臣领带王命 可是 可是 如何写呢 臣是个废物 你就写 只有退兵才能救你父子 回去好好写 写得不对 杀了无用 也得杀 有劳吕先生 不为一介草民 愿为秦赵两国交好尽力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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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子 请放心 王陵 在 王陵 你身为武大夫 又前二十万军之主将 父王继之厚望 孤零零一个邯郸 打了一年又五个月 寸步不前 你竟然如此无能 何言面对父王 又何以面对阵王之降势 是 王检 在 你即刻接任中军主将 五十前交割符节号令完毕 明日再战 三月之内务必破城 太子 朕前一将恐怕我所言即父王之命 你不明白 是 臣今领王命 太子 走 禀报太子 义仁公子派人送来博书 来 一人得子 我有孙儿了 父王该有多高兴啊 朕太子 董刚知喜 你 当年 义仁到赵国为人质 尚还是个孩子 如今 竟也做了父亲了 可怜这父子了 太子 义仁公子和小公子处境险恶呀 哦 先生为义仁之事出生入死 在下深为感激 不知先生如何称呼啊 在下 杨敌商人吕不韦 一年前与义仁公子相识 一见如故 皆为生死之交 今日所为乃分内之事 不足挂齿 吕先生 侠肝义胆 真不像一个商骨之人 不韦敢于义仁公子之气概 才舍命相助 太子 义仁公子身处险境 为所念及 一位父母安康 二位大秦江山 十几年来 寒窗入北风 夜夜惊生起 身为节下囚 心系咸阳城 今太子亲同大兵公兆 义仁公子喜不自胜 早已知生死于不顾 临行之前 义仁公子请不为转告太子 望太子勿与儿女思念 一物斩绩 义仁公子想以自己的性命 来唤起秦军复仇杀敌之事迹 好儿子 好儿子 十几年磨难 义仁他 掌尽了 义仁公子还有一眼 托在下 转告太子 讲 公子不求生还 如太子 能将孙儿赵政救回秦国 他也就死而无憾了 帆无忌 在 与我修书赵王 速将疑人送出城外 若儿孙性命不保 我将请全秦兵马踏平邯淡 是 带王 此事如何答复秦军 秦国此前并未把义仁当回事 但是为何今日突然对他如此看重呢 带王 义仁生了儿子 这可是秦太子安国军的第一个孙子 哦 父义子贵 这么说这个小东西是义仁值钱了 好 修书于秦军即刻停止攻城 十日之内 若不义和退兵 寡人就用嬴氏父子之血 祭我长平四十万将士在天之灵 公孙前 臣在 从今日起对义仁住处严加看守 不得有 这边 这边 快点快点 这边 到这边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快 快过去 安国军已向赵王要人 看来他心里是看重你这个儿子的 父亲志在四海 从不念儿女私情 更何况他有二十多个儿子 多一个少一个 对他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父亲真的看重我这个儿子 又如何会送我到赵国来做人质呢 如果公子是秦国未来的太子呢 先生此言何意 不为以为 以公子之才德 理应位置九尊君临天下 这 如何可能 一不为看来 完全可能 事在人为 想到 才能做到 如果连想都不敢想 如何能做到呢 令尊安国军 不是秦国太子啊 可我母亲早死 生前不得父亲宠爱 我又一直在赵国做人质 你多年不见父亲 他如何会立我为四呢 以在下所闻 令尊安国军最为宠爱华阳夫人 但华阳夫人一直未能得子 公子其他兄弟二十多人 谁也未得太子专宠 公子 若能讨得华阳夫人喜爱 求作华阳夫人义子 将来令尊安国军登基 这太子一位 岂不非我公子莫属 吕先生 你喝醉了 我一个待死的人质 会成为太子 这个梦 还是等我的脑袋掉了之后 到地府去做吧 莫非公子信不过不韦 你我二人 一个是流落他乡的落魄王孙 一个是未及小民之末的商人 如何能成此大事 何况赵王规定的期限只有十天 不为备好六匹快马 即可动身赶赴咸阳 面见华阳夫人 不为愿拼出性命 替公子促成此事 公子 有先生这样一位患难之交 一人死而无憾了 公子快快请起 快快请起 岳先生 一人他日 若真能执掌国政 天下富贵荣华 愿与先生共享 公子说笑了 江山美人 岂能与他人共享 站住 干什么 去 走 大人 请笑纳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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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在赵国一向可好 公子在邯郸 日夜思念太子和华阳夫人 哦 可一人 并非华阳夫人之子啊 公子常说 他自幼丧母 华阳夫人 就是他的生母 他且盼望早日回国 奉养华阳夫人 以尽孝道 如今 秦国法赵 一人身为人质 恐怕 难以保身了 不 秦军大兵压境 赵国举国皆经 赵王震怒 虽几次一杀 一人公子 但皆遭重臣反对 为何 赵王若杀一人 秦赵之间 岂不是仇上加仇 秦军攻城 便无任何顾虑了 一人公子 几次大骂赵王 想激怒赵王杀他 想以死 唤起秦军复仇杀敌之士气 这倒凡使赵国的倾向 格外地尊重他 而且 公子又十分地贤达笑脸 对外 忍辱负重 广交贤士 对内 私亲幽国 每逢太子和夫人的受担之日 他一定摘戒沐浴 摇拜祖宗父母 这倒更是众人敬重 杀他 就是不义 真想不到 多年的磨难 竟是一人出息了 我要是华阳夫人 就说他做儿子 在下此来咸阳 正为此事 请夫人成全 吕不为 你好精明啊 一人若过即到华阳夫人身下 他日必为太子了 你吕先生 就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了 可夫人一家 获益更大 哦 此话何意 自古以来 以色逝人者 色衰而失宠 如今华阳夫人 虽得太子安国君的专宠 却未有子嗣 若日后失宠 只怕是 追悔莫及啊 夫人 不为 并非威严耸听 若一人公子丧命于赵国 日后太子之位 落于他人之手 华阳夫人将何以依托 如若救回一人 并受为华阳夫人义子 母以子贵 威专 起不得饱 妹妹 这个吕不韦 倒是有些头脑 是啊 太子殿下虽然儿子众多 可只有一人生了孙子 妹妹若将一人收为义子 做完王后可做太后 这可关联全家今后兴衰荣辱的大事 可是太子正在都市伐赵 若为过继一人一事 让他停止宫城 恐怕不妥 可万一赵王杀了一人 咱们姐妹可就没指望了 太子平时最听你的话 你就赶快写封集信吧 你放心 信如何写 道理如何讲 吕不韦都想好了 太子不会不依你的 宣吕不韦 吕先生 短短几日 往返于秦赵之间 居然能让夫人为义人之事置数镇前 先生之永谋在下身为赶佩 一人公子聪领过人 志向远大 不为礼当相助 我想知道 吕先生是如何说动夫人之心 决于收养一人的呢 夫人之心 夫人之心 何须不为一介商人来说动 调调理理 夫人信中 字已言明 不为倒有几句逆耳之言 不知太子 是否愿听 讲来 恕不为直言 太子膝下虽有公子二十 但生于皇室 养于升宫 难以担负大任 若日后太子登基为王 在他们中间选立太子 兄弟间必不服气 一旦兄弟相间 导致内乱 以吕先生之意 只有一人做太子 才最为合适了 正是 其一 一人公子多年为国受难 人治于诏 有大功于国 其二 一人公子历经磨难 有忧国忧民之心 治国致民之才 其三 一人公子应得先有皇孙 只有立一人为太子 方能内服一民 以外服一国 此乃稳固大秦江山之大势 大礼 吕先生 却是商骨之中之大智者 看来在下不得不以夫人之言 停止功成与赵国议和 以换回义人父子了 我想知道 倘若一人真的做了太子 该如何酬谢先生今日之劳苦呢 不为一人家 不为一人家伤人 所徒者 立也 日后 若能得一人公子相助 在秦国谋取锋利 安度残年 就足未平生了 哦 除此之外 先生 别无他求 在商言商 不为所求 如此而已 好 先生之恩德只有日后图报了 反将军 在 传令三军全力功成 太子 我堂堂大秦 岂能为人质而视若于赵国 丧为于天下 太子 若不停战 义人公子如何得救出城 先生 即使停战议和 赵王又岂能轻易放人 就一人出城之势 但是还有老先生相助了 来人 在 备黄金三百亿 供吕先生营救一人之用 是 太子相托 不为义不容辞 苏派人查清这位吕先生的底细 是 公子 只有如此了 逃出邯淡 可 赵兵看管如此严密 我如何能逃得出去呢 公子放心 不为自有办法 是 我都是老相识了 有什么事 请讲吧 邯淡 邯淡 已被困多时 我一家老小身陷威城 日经孔 时难安稳 不为意返回扬笛老家 还望大人相助 这 这 大人 你这 这些身外之物 不为意无用处 请大人行个方便 放我一家老小出城 不为感激不尽 先生 何必如此 不为不愿命丧于他乡 请大人多多相助 好吧 明晚四更十分 你们一家老小来吧 多谢大人 可否换一人公子也饮一杯 在下负有看守之责 与他同饮 恐有不妥 那就换大人的手下 来饮一杯 这 城内城外 都有赵国的兵士把守 大人不必多虑 众位将士们 大家辛苦了 都来饮一杯吧 好 请请 来来 请请 好 公孙大人 吕不韦 对不起你了 公子 这边 公子 太子 魏公子无忌 杀尽比夺兵权后 气老弱独子不用 选出精兵拔万 依抵禁寒的 楚军渡过浦水后正日夜兼长赶来 太子 魏楚良军来时休猛 需早做打算 新宁平原春深 四大公子 四大公子来了三个 三公子皆为太子而来 太子之威名已张扬于天下 什么威名张扬于天下 此次退兵 天下传扬的是我安国军不敌他三公子 太子 禀报太子 一人公子逃回来了 什么 父亲 一人拜见父亲 起来 父亲 这一掌为我大秦将士而打 为了你遗误了攻城战机 致使魏楚联军增援了赵国 离得我不得不退兵 令我大秦将士白白四伤 一人知错 父亲责罚的对 我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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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封准长木 放恶重统 乃帝王之相爷 可曾给孩子起过名字 名叫赵政 应该叫嬴政 尊父命 想不到你们能够虎口脱险啊 一人父子姓名 全让吕先生仗义成全 吕先生 胆识过人 谋略出众 在下定会好好的谢谢你 不为仰仗太子 鸿福齐天 传令全军 回师咸阳 尊敬 尊敬 来来来 这回总算是随了你的心愿了吧 是天随人愿 别忘了一人是你的亲儿子 一日后登基 一人就独居东宫了 你得寸尽尺 一人公子到 一人公子到 父亲 母亲 孩儿 起来 孩儿不孝 身在异国他乡 未能侍奉双亲左右 望双亲恕儿不孝之罪 孩儿 你能平安回来就好 你怎么 如此装俗啊 是啊 我儿身在邯郸 怎么一身楚人一装 孩儿日夜思念母亲 母亲 为楚国人 所以特制楚福亦是意念 谁 父亲 孩儿思举不知有何不妥 是何人告诉你 你母亲是楚国人呢 这 又是那个吕不韦先生吧 你似乎很听吕先生的教导 是吧 父亲 孩儿与吕先生乃患难之交 我留下吕不韦 是要他做你的老师 不是为主人 记住 回到了秦国 以后做事 要自己做主 是 父亲 是 夫人 你现在一人后堂入席 我随后就到 太子 所查之事 果真属实 末将查明 赵姬在嫁给公子之前 却是吕不韦的宠妻 那赵姬何时剩下嬴政 就在当年可满十月之期 说 末将辩王左邻右舍 奈何人言温云各执一死 末将也难辩真伪 末将也难辩真伪 我不能眼看着秦国的江山社稷 落到一个商人的手里 那边